第二天,水云在公主府侍女的打点下梳妆妥当,便带着随身的铅筒到前厅的饭厅和景晨用早点,等着刘潭来接她,景晨刚好一路走 道者养生,食不言,庆不语 兄妹两个人在饭桌上并未说几句闲话,只吃了五分饱,就听到门外通传,刘潭来了 水云望着刘潭迈着剑步走进了饭厅,奇怪道 你怎么不在车上等着,我和师兄这就出去了 刘潭摇了摇头,对景晨抬手一坐一,尊敬地唤了一声师叔,便转向了水云说 嗯,我特来向小师姑说一声,今日不劳你大驾了,我一个人去复会就好,你且在家里歇息几日吧 嗯?这是为何? 刘潭不便将昨天薛瑞劝解她暂避锋芒的话实言相告,就婉转道 哦,多谢小师姑这几日相助,只是下一刻放榜的乃是星象 有七师叔在京城,这样的人才我是不缺的,所以暂时不必你费心了 水云闻眼,并未做她小,笑了笑说道 嗯,也好,每天坐在那楼里摸牵,耗费了我不少的精神 夜夜闻那龙咸香的味道,我都觉得头疼了 这几日养一养精神,回头再帮你的忙啊 刘潭忙不迭地答应了 她虽是皇子之身,尊贵无比,但面前这两辈却是她的师门长辈,不能不敬 水云不去,景城就和刘潭一起出了门 他们走后没有多久,水云喝过了半盏早茶,正要回房去沐浴,以便焚香作望 却在长廊上,撞见了掉头回来的景城 诶,师兄,你怎么没去啊 哦,刚到门前,便被宫里的人拦下 皇上不知何时召我进宫,我回来换一身衣裳 景城身上的白色袍子,在外边穿的是没什么 但是在天子面前,却有失分寸了 这些规矩,她本来也不懂 在宫里住的那阵子,一群内侍们有意无意地提醒,她才多少知道一些 去见皇上,那晚上不回来了 皇上对景城的喜爱,就连水云都有所耳闻 自从搬进了公主府,景城三天两头的面胜 只要进了宫半价,往往是会留下用膳 就剩两个聊得晚了,会直接安排在前厅的宫所中睡下 嗯,还不知道呢 水云正有心见于叔一面,恰逢时候便动了心思 张口说 师兄或许今天出不了宫,不是不能给于姑娘送东西了 光好我闲着,不如我替你跑一趟怎么样 景城想了想,并无不可 就让他先将星盘和钞本送去,要交代他的 你见到小鱼,将师父的魂天补记钞本给他 让他先备备纲领 我下次见他,便能直接讲解了 嗯,师兄放心,我会转告于姑娘的 水云巧笑奄奄,跟着景城回房取了上下两侧钞本 将组装好的星盘拆开,用丝绸套子包好了装箱,由下人抬走了 2月13,正是于叔早早算出有灾节的这一天 因为薛瑞昨日的开解,难得他睡了一个好觉 天明后,才伸着懒腰起了床 哦 云豆,你去同我娘说一声 我要成席,早点在屋里吃,不往大屋去了 于叔一边捧着盆里的温水洗脸,一边吩咐云豆 他打好了主意,今日为了避祸 大门不出,二门不卖,就在家里躲灾,以防冲煞了胎神 今天不能和怀孕的赵慧打照面 云豆乖乖地去了,不一会儿就带了赵慧的话回来 无非是说,要于叔别太刻苦累了身体 今天的天气倒是暖和 吃了早点,于叔开了东边的一扇窗子 取出了香笼里陪敬送的那只七斤珠子算盘 靠着窗边的茶几拨拉着算盘,半玩半练 看上去闲散,却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正盼着太阳快点落山 好熬过这一天 叽叽 听到一点响动,于叔大拉下眼皮子 看见脚边上正试图攀着他的裙脚往他膝上爬的惊宝 想起于小修昨晚说给他洗了澡,就好脾气地没有把他抖开 有着小家伙窜到了他的腿上,蹦蹦哒哒地跳上了茶几 直接扑到了他手里的算盘上 滴溜着一双黑豆小眼在那一粒粒包金的珠子上磨蹭着 十足的贪财像 于叔翻了个白眼,丢开了算盘让他过干瘾 反正这么大件东西又不是零碎银子好搬运 不怕他惦记 门外一串脚步声 于叔侧转身子 从半开的房门看向外间 就见云豆站在门槛上和谁小声地说话 貌似是门房的 不一会儿,云豆便跑了过来 小姐,有客人来了 于叔只当是薛瑞,低头看看身上的衣服并无不妥 不用换了 刚一抬开步子,后背上便沉了沉 听得鸡的一声,一个东西就勾着他的衣裳领子跳到了他的左肩 于叔没有被吓着,牛脸看看蹲在他肩膀上的金宝 伸手,想把他拿下来 金宝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在他的手伸过来的时候,瞄准了空子 一蹬一跳,钻进了他宽松袖口处 晾出了爪子,勾住了他袖内的料子 任凭他甩了几下都没有掉出来 鸡鸡 于叔觉得纳闷 这小东西,怎么好好的肯舍了那盘金算盘,忽然黏雾上塌了 因为不想客人久等,于叔没有再试图把金宝撇下来 怕他脾气上来了,抓坏了他的衣服 收拢了一下袖口,便带着云豆去前院了 于叔看到独自坐在客厅里的水云 很是意外了一下,脚步一顿,才走了进去 水姑娘?目光一转,看到地上放着一口硕大的木箱 更加不解水云的来意 水云甜然一笑,指着那口箱子对于叔道 啊,师兄进宫去了,这是他让人仿制的星盘 我闲来无事,就当一回跑腿的给你送来 文言,于叔的眼睛亮了亮,一面朝水云道谢,一面走进那箱子 弯下腰想打开,就听到水云出声的阻拦 这星盘是散开来装着,回头还要师兄来阻上才能用 于姑娘,最好是别急着看,免得丢了零件 于叔缩回手,不好意思地朝水云道 啊,是我心急了一些 听到水云的言辞,于叔便知道,对方是知晓了景臣,要将门内绝学交给他的事,必是熟悉这魂天补树的 就不知道这门奇数,水云是否也学过 于叔和水云没什么交情,见面不过几次,本来没什么话好说 然而人家这么好意地来送东西,他也不好,收下东西就请人走 当然是要留下喝一杯茶,聊个几句的 于是,他亲自倒了一杯茶地语,没话找话说 啊,我听说水姑娘被九皇子殿下请为座上之兵 前去观看了双阳会,为何今日有空闲呢 水云手捧着茶杯,并不喝 他在山门时,常饮的是雨前真路 后来下山入侵,流潭细心周到 侍奉的都是宫中的供茶 所以看不上眼于叔这里随随便便冲泡的茶叶 我却不是有闲,无视灯门,必有所求 我今天来见于姑娘,除了替师兄跑腿外 另有一事要拜见于姑娘 于叔抿了一口清茶,抬头看了看那气质端方的小姑娘 眼皮子跳了跳,不知为何,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水姑娘有话请讲 水云摇了摇头,望着门外跟来的侍卫 事关我师兄,这里不方便说话,你同我换个地方吧 明知今日有大祸,于叔是一万个不想出门 可是看看水云的神色,似乎有什么秘密要讲 还是关乎谨存的,不能叫旁人听,令他心生好奇 迟疑了片刻,于叔还是觉得小命要尽,于是婉转地提议 水姑娘,如果觉得这里说话不方便,不如同我到后院的卧房去谈 他这提议道好,那只水云那双黑白慧眼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直言道 隔墙游耳,不是我不信你 这是我师兄的事情干系盛大,就连他自己都未必知晓 我今日与你讲的,断不能落入第三人耳目,即便是姑娘的家人 文言,于叔倍感诧异 是什么秘密,竟然连景臣自己都不知道吗 他对水云相求的事并不感兴趣 可是这个秘密,他却实在是想听 这 嗯,不瞒你说,我实在是不便出门 于叔犹豫着补充道 嗯,我今日算出有一灾节 正在家中躲货呢 哦,不如改天我再和你私下话谈怎么样 哈哈 水云听了于叔的缘故,却洒然一笑,不以为意 果真是货,岂是躲在家里能避开的 这么说来,我近日也有一截 却不如姑娘这般的小心翼翼了 听出他话中的嘲笑,暗指自己是畏首畏尾 于叔撇了撇嘴,他就是怕死怎么了,又没爱着谁 于姑娘不愿意和我一谈,我不能强求,是我莽撞了 水云说话间突然站起身就要告辞,于叔连忙送他 两人走到门口时,水云停下了步子,回头看着于叔,别有深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今日愿同你讲,或许明天就后悔了 于叔一愣神,很快便明白他的意思说 有关锦臣的那个秘密,今天自己不听,那就再也没有机会得知了 于叔这心里头,当即就跟揣了两只老鼠似的上抓下脑 他张开了嘴,忍了又忍,眼看着水云坐上马车,有两名侍卫护送着离开 等等 驶出一段距离的马车,在不远处停下来 坐在车中的水云睁开眼睛,本该纯然无垢的童子,此时却有些毁暗了 于叔到底是抵不过好奇心 硬着头皮坐上了水云的马车 诶,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马车过了几条街,于叔坐在窗边看向外边 挂在袖子里的金宝,好像是睡着了 安安愤愤的不知一声 软乎乎的一小团带着暖意,让他的心头稍稍的安稳了一些 有一家茶楼,环境很是清幽,隔音也好 水云嗓音悦耳,说话吐字带着一股的柔然 于叔不由地回头打亮他一眼 这少女比自己须长一岁的样子 头一回在忘机楼见到时 面对着景臣,他还有一些小姑娘家的活泼 线下仔细看了,倒是里里外外,透着一股稳重 大概是他五官并不是十分的秀丽 并不像于叔想象之中,修道女子会有的不食烟火 诶,为何这样看我? 水云迎上了于叔的视线 于叔眉心眉肺道 我看水姑娘,同我所想的修道之人的不相同 修道之人,不该是心无杂念,寡欲清心吗? 以他月人无数的眼光来看 这小师妹的心思很不简单,不然也不能三言两句话就诱得他顶货出门了 哦?那你所想的修道之人该是什么样的? 于叔回答 好似景臣吧 他见过人形形色色,有善有恶 但要说得上是,从里到外的干净,就仅有景臣一个了 水云如同料到于叔会说谁,没有一点意外的样子 淡淡地笑开,于有容焉道 哼,我自是不能和师兄比较了 他... 他怎么? 水云没有说下去 于叔无心计较,转过头去继续看路 又驶过了一条街,竟然来到了闹市 马车停在了一家茶社的门前 于叔先跳下马车 望着望里边人头攒动,乱糟糟的样子 无疑地回头看向水云 这里,也能叫环境清幽? 水云没有解释 下了车后,就对那两名跟车的侍卫道 你们就在楼下等我,不必跟上来了 那两名侍卫都是刘潭一早派过来保护水云安全的 表情很是为难 水姑娘,这怕是不妥 殿下如果知道我们玩虎职守,定会降罪的 哎呀,这里青天白日的,不会有什么危险 何况我自幼习武练剑,伸手并不逊色你们 果真有事,也不是你们能够阻拦的 那两名侍卫看了看四周的环境的确安全 看水云的态度坚决,便犹豫着答应了 那我们就在这里等候 姑娘如果有事,请立即呼唤啊 说完,他们还不放心地看了虞书一眼 生怕他拖后腿的样子 虞书郁闷了一下 跟在水云的身后,进了这间茶楼 他们进门时,引来了不少茶客的视线 两个年轻女子,在这样人多嘴杂的地方进出 头上又没有遮拦,很容易被人当成的是家教不严 一下子被许多双眼睛盯着 虞书的脸皮够厚,不觉得有什么不快 水云则是视而不见的招来小二,领路上了二楼 二楼都是小隔间,虞书很快便发现水云并没有说假话 小二哥打开了一间雅室 他们走进去,前一刻还能听到楼下的顶沸声 门一关延,竟然瞬间安静了下来 又一想,室内安静,楼下那么乱 就算是有人站在门外面偷听 也被吵吵得难以听见 这里的确是个私下说话的好地方 泡一壶你们这里最好的茶 水云随手给了那小二一样东西 虞书打眼一瞄,暗暗地扎舌 那竟然是花生粒大小的一枚金豆子 哎,好嘞,两位小姐请坐,请慢等 小二立刻换上了一脸的缠妹 哈着腰,哈着腰退了出去 虞书在这书房大小的隔间里走了几步 侧头对水云道 哦,这地方不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前几日询问重云有什么好地方好说话 他带我来过 虞书挑起眉毛,心道 水云这是早有准备要和自己一谈 对他将要告知的秘密 以及他所求自己之事越发好奇起来 这里足够安静了 你要和我说话,现在就可以讲了吧 水云走到虞书的面前 一张铺了绿筹软垫的四角胶椅上坐下 两手扶在膝上,抬头望着他 看了一会儿,神情有些复杂的开口道 师兄,命冲忌都心 此番下山是为了寻破命人 这些,你应该都知晓了吧 虞书的脸色微变 水云说的这些,他的确知道 这可以说是他知晓的有关景臣最大的秘密 水云显然也清楚 可是就他此前所知 以景臣的表现来看 他这小师妹不该知道这些的 虞书当即就留了个心眼 只怕水云这么说是要炸他的话 便尖口不严,皱着眉头看着他 水云看着虞书的反应 心中有了计较 面色肃然一转 物质压低了声音 但你一定不知道 师兄不只是命冲忌都心而已 他 他还是这大安的 祸子 属于氏的封房 例